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福音清谈节目《浩角星》 欢迎收听福音清谈节目《浩角星》 节目主持 陈泳薇 欢迎收听《浩角星》网播节目 新冠变种病毒来世洪洪 全球多个地方都在非洲入境的人士当中 验出新变种病毒 身在非洲流离旺的宣教士吴嘉佩 说当地人都很紧张 教会也有人中了新冠肺炎 但感谢主的医治 他们都康复过来 我们最近都发现了第一单的 最近那种变种 大家都是非常紧张 还有流离旺的疫情 最近都是比较反复 它早期曾经都是跌过的 现在又再升上了 过去的一个星期 我们都有2100多宗的确诊个案 但要知道 其实我们这里的人口不是很多 大概是香港的十分之一的人口 所以一个星期有2100多宗 都是挺严重的 也是大概在深切治疗部的新冠病患者 是佔了四分之一的 其实都挺严重的 所以流离旺也是属于法国的海外省 亦都是根据法国的政府的政治体系去运作的 流离旺都是属于法国里面最严重的一个省份 就是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之一 法国人的文化就是都不是很听话的 你叫他戴口罩的时候 不会像香港那些那样 出街就是个个戴口罩 他们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就是 那些病毒只会影响那些12岁以上的人 所以12岁以下的小朋友 嬷不需要戴口罩 我记得我去年回香港的时候 我看到那些出街的推车的嬷 都会戴口罩的 但是这里的人不会 还有这里的人戴口罩 他可能只是戴口罩 鼻歌就会伸出来 又或者只是戴口罩到下巴那里 不过应该都有一半的人都是遵守的 因为其实戴口罩最主要都是你 都是第一个就是保护自己的 是不是 那你都是去保护其他人 当然 法国人的文化呢 就是打招呼是碰面的 那政府已经宣传又再宣传 就说 其实我们打招呼 不需要一定要碰面的 最初他们就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法 就是碰手 就是拳头碰拳头 那现在拳头碰拳头 其实都是身体上的接触 就是说 其实呢 你呢 是笑一下就可以了 其实笑一下 你戴着口罩都看不到 你是不是真的在笑 那样 那他们呢 年轻人通常 他们见面 都会继续碰面 打招呼 你想想碰面 其实也都是 会是 如果你是有事的时候 你肯定都会是 很容易就会传染到给对方 今年的年中的时候 其实年头至年中的时候 我们都经历一个很艰难的时候 全世界都面对新冠病毒的疫情 那流利旺除了新冠病毒 我们还有一个叫登革热 因为在非洲地方 登革热一直都是 是令到本地人 一个很大的困擾 所以那些人呢 出街又死 不出街又死 他们就说 因为出街又接触人 又会容易感染到 你的新冠病毒 你不出街 那很多人这里 是家里有花园 或者是会种盆栽 那些这样 那 登革热呢 基本上 有时候 还是比这个新冠病毒 也都会有很多人去死亡 还有呢 登革热可以种完一次就种一次 而在流利旺的登革热呢 就是呢 它有个特性呢 就是呢 你感染了之后呢 它有机会呢 令到你身体里面内出血 有很多人呢 就是因为呢 内出血而死 所以它也都很害怕 很害怕 流利旺曾经有一段时间 是要面对伤疫情 你不是种这个新冠呢 你又就是种这个登革热 这样 那在 就是我们教会呢 身处于这个西部 西部呢 还是登革热的重灾区 这样 那在面对这个伤疫情底下 那我们怎样是经历这个 这麽困难的时间呢 那我可以说呢 其实年中的时候呢 我们的教会的主席 那他都是种了这个新冠病毒 那跟着呢 就是他最初又不肯去医院 那他身体含氧量呢 就是不断是跌到很低 那后来 因为我都有跟他 有关心他 那他呢 就告诉我 已经跌到八十多 那他还说不进医院了 接着呢 我就打给 教会一个做医生的弟兄 我说他现在这样的情况 我说如果我叫他 入医院 他都肯定不会听我说 我说不如你呢 直接跟他说 那位弟兄呢 就打电话给他太太 就跟他说 这个情况真的很严重 必须要去入医院 那一晚呢 他们就叫了白车 就入医院了 他说呢 那些救护人员一到了 一看到他那个含氧量 就要立即要他去闻这个氧气了 已经 那他都住了医院 都整个礼拜 这样才是出院了 他有五个小朋友 是的 他最大的一个呢 现在呢 就在读高中了 那他的大女呢 就 send message 给我 他说我有 我有这个症状 他说呢 他开始有咳 头痛 那样 那问我怎么办 那样 那我就说 那你用一下 一些精油 那样 其实有很多的精油 都是可以 杀菌 就是对抗一些病毒 都是有效 那样 那我叫他吃些什么东西 那样 那很感恩他又没有 就是因为他爸爸是中了招 那他整家人都要去做检查 在检查的时候呢 他有两个的小女 又是有感染的 是positive的 但是呢 就没有病征 那很感恩 那他的太太呢 因为又要工作 又要照顾五个小朋友 又要照顾有病的老公 真的 他都差不多接近崩溃 那跟着我们就是去支援他 当然作为他 就是教牧童工 那样 去关心他 就是除了为他祈祷 和他一起祈祷 为他祈祷 为一家人祈祷 那我们又会是去 借一些的 那些的 Diffuser 那样 是一些精油 可以帮助我们整间屋 就是 杀菌 那样 会做些野食 炸些果汁 那样 是去给他 去支援他们 那同一期间 就是那个太太的 的妈咪 就中了这个登革热 那他妈咪都是八十多岁的 那变了他又很担心 因为老公又中招 跟着有两个女儿又阳性 那样 妈咪又中了登革热 他妈咪已经是有一些 老人痴呆的 和之前有些抑郁 那他又很担心 那他呢 因为呢 家人中了 他又不可以出得街 因为他也是要留在家 那我们又去支援他的父母 那样 那样 而他爸爸妈妈住的区 是重灾区的重灾区 那样 和他也有个大花园 那我们呢 都是很小心的 一些甲木童工 都是穿了长袖衫 穿了襪 那样 就是很小心地去 拿东西给他吃 做一些果汁给他喝 去探望他 去为他们祈祷 那样 那样 那其实真的都是不容易的 因为 在这段期间里面 都会有一些的大英姊妹 或者有其他的大英姊妹 和他的家人 都会中了一招 那我们都是 就是靠着神的恩典去度过 那样 但是很感恩 我觉得神都是很联敏的我们 也很联敏他们 那我们所认识的人 就是很亲 就是自己教会的大英姊妹 和他的亲友 是没有一个人死亡 全部都是好 那样 那样 我们夏天来的 所以 真的 真的不会有落雪 那样 那样 我们就是说 那些人扮圣诞老人 那些圣诞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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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穿短裤的 就是不可以穿长裤的 因为呢 就是会热死的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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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的夏天是三十几度的 就是你穿一套 那些圣诞老人的服飾 是真的不OK的 会中暑的 那样 但是以往我们都会有一些的 斯班 那样 那样 那这个报街音 其实呢 不是好像香港那样 那些人会去报街音 反而呢 就是我们呢 就会有一些的聚餐 那样 那样 就是 又会圣诞崇拜 那样 那样 那里面呢 通常我们会有献丝的 好似以往那样 那样 全部人一起那样 那样 献丝又不可能 那其实今年的 復活节的时候呢 我们呢 都呢 弄了一个 叫做网上斯班 网上斯班呢 就是透过不同的人 那他呢 是录了一些 他所唱的 跟着就合併了一个 就是斯班的群组 那样 那帝兄姐妹其实都是 很开心的 那今年的聖诞节 那时候我们想 哎呀 我们不再做网上斯班了 那样 那样 我们都很想呢 因为其实 疫情后来就开始稳定了 那可能有机会呢 是不用戴口罩的 那 那曾经呢 也都呢 政府也就宣布过 那些打了疫苗的人 不用戴口罩 那样 那些人 那些人 那当然是很开心 那所以 那为什么那么快又反弹了呢 就是因为不戴口罩 那样 那我们今年呢 就会有一个的 斯班 但是就要戴口罩唱 所以我们练诗的时候 所有的斯班员呢 都是要戴口罩的了 那你就习惯了 你练诗的时候 你都戴口罩的时候 你献诗的时候 你都是戴口罩去唱 那样 不过呢 我就会把那些人呢 就会分散一些 就不会在聚在一起 那样 那也是 一个的途径 可以是有一个的聖诞崇拜 那聖诞崇拜里面 我们都是 鼓励大兄姊妹呢 是可以呢 邀请他们的家人 他们的朋友 一起来参加 那这个都是 那我们以往呢 是很想呢 是去透过这个 的聖诞节 可以是 和更多不同的人 去分享 那我就很喜欢一句的金句 近期啦 特别是 就是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八节 我们知道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指以被照的人 那我觉得 神真是 很爱我们啦 神从来都不会 他呢 要我们白白的受苦 我也都相信 没有一件事呢 是出于偶然的 无论这些是 可能我们看来是一些好事 或者一些不好的事情呢 神总有他的心意 是叫我们得益处 一个小小的例子 最近我都接触一个华人 他是讲中文的 患过两次的cancer 那第一次呢 就是 在七年前呢 就患了这个乳癌 就做了这些化疗 那些什么 又痊癌了 那最近呢 去年呢 他又发现有肺癌 那样 那之后 就 又要做一些治疗 那在这个 商疫情期间呢 他又中了这个 登革热 那接着他就很害怕 很害怕 所以就 又很担心再被蚊咬 那样 中完一次 再中第二次 就更加严重了 那我们都不断 有去关心他的 那最近一次呢 有一次他跟我分享的时候呢 他讲到 他说呢 他看到呢 在神里面呢 真是呢 不是呢 就是他有他的心意 中完间他很害怕 他中了这个登革热 他很担心 各方面 他就说呢 神却是藉着这个登革热 呢 帮助他呢 将身体里面的毒素 是他排出 因为呢 中了登革热 之后呢 他蛤得很厉害 蛤得很厉害 蛤得差不多 所有东西里面的东西 都蛤出来 他说 自从那次呢 蛤得很清晰之后呢 他呢 那些腻胎呢 是完全没有了 以往他怎样呢 去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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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不同的食療呢 那些腻胎都是很厚的 你知道腻胎很厚 都不是一件好事来的了 那里面 那里面 可能都有些毒素啊 那他就看到 原来呢 在他患病里面呢 神都是有恩典 那所以呢 仲然间有时候 我们可能也见到一些 很不如意的事情 但是 若果神 是真是 不容许我们 我们祈祷神 他都说 祈祷了 求神保护 他不要中招 为什么他都仍然中招呢 就是其实 神都是有个 特别的心意 都是围着他的好处 一场的疫情 带来很多的失控 令很多人 心灵的恐惧 和忧虑 没有人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但我们相信 神掌管明天 主给我们看见 人生有很多的事情 是变幻莫测 唯独在主里面 才有稳妥和倚靠 邀请你 在十二月 圣诞普天同庆的日子里面 听下耶稣的故事 思想人生的意义 盼望你都可以得着主持的平安 和喜乐 下集再见